大家好,我是咕咕 一天,我打开我电脑里被我弃坑的文件夹 然后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石谷熏中要在那里做冷板的呢? 它可是一个极悬疑推理的长青下奋神剧啊 北极的BGM也都很好听和剧情特别搭 鉴于咕咕对小谷小小的撕心 我今天就要把它解救出来作为固定的更新计划 如果没有人看的话 一定是我姐说的不够好 这个锅我先自己背一背 因为时刻太久了 先帮大家回顾一下往期的剧情 杰斐熏研究所 以下简称研究所 集合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 他们主要是为警方从政务上找出定罪真凶的证据 研究所的领导黑老大 小谷女主角法庭人类学家 衬上对人骨进行取证分析 哈金微生物学家 自封为实验室之王 下到席君打到等物都是他的最爱 安吉拉小谷的闺蜜 原是一名画家精通电脑技术 为了小谷选择留在了研究所工作 小天小谷的博士研究生 高IQ的小天才 接着是之前提到的不估组合 FBR探约布斯 加上法庭人类学家小谷 感性遗憾和理性科学家的化学组合 就是互看不爽 但配合的也算天衣无缝的 好的 让我们就赶紧进入新的一集解说吧 第八集 小谷给大家的印象 一直都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模样 参考大爆炸里面像耳朵刚开始的样子 所以说当小谷的前男友出现时 大家都说 哇哦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前男友呢 还是小谷读博时期的老师 也就是说 他们是师生恋 小天就推理起来了 小谷和他的老师是一对 但我也是小谷的学生啊 也就是说 我也能够和小谷老师在一起 物资过来送案件了 一具装在冰箱里面的尸体 看服饰的程度 尸体在里面待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白人女性 尸体的骨骼保存的完好 根据雅科记录 很快就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名叫小金 19岁 大约在一年前 小金的父母接到过绑匪 绑架小金 勒索100万元的消息 但教育时却突然断了联系 绑匪也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了 小金的父母忙于工作 对女儿一直都缺少关心 这也就导致了小金到了叛逆的年纪时 能学坏的也都学了 掏血 吸毒以类的 或许就是 那个时候 小金脚伤的坏朋友才遭遇了不测 研究所这边 小谷注意到小金的手腕处 骨头有着裂痕 这就说明他生前曾经被绑住 并且有拼命挣扎过的痕迹 哈金分析了冰箱里尸体分解的液体后 发现了大量的麻菲 这个量足以致命了 由于在尸体上没有找到致命的外伤 所以目前就推测 小金是死于过量的麻菲注射 但他生前曾经遭到过捆绑 并且也拼命的挣扎过 从小金的医生那边 得知小金毒瘾上来的时候 曾经贿赂过医生的护士去买麻菲 当然被发现之后 护士没多久就被辞退了 护士这些男朋友 过去和小金很是熟悉 拉着小谷在那边吐槽 小金的父母有多么不负责任这一类的话 布斯很有经验的 直接冲进了厨房 发现新冰箱 盖住了原有旧冰箱的痕迹 怀疑装小金尸体的就是他们原来的旧冰箱 而话不说 立刻就申请了搜查令 在护士家发现了海量的SM道具 年轻人的口味有点重啊 其中一个毛绒手铐引起了小谷的注意 这个道具很符合死者手腕伤 手铐上的毛绒纤维 也和尸体手腕上残留的一致 麻菲对于护士来说也比较容易获取 小金的死 看来和护士情侣是脱不了干系了 案件就这么破了吗 看眼镜头条 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护士对证据有着自己的解释 那就是一年前的绑架案 是小金的主意 他想要勒索自己的父母 他和男朋友是出于朋友关系 帮他完成幸运而已 手铐的痕迹 是小金和他们在玩游戏时 自愿给带上的 麻菲也是他自己要求注射的 由于目前的证据没有明确的直向性 护士正当话也能够说得通 到底有尊没罪就要看法庭上 检方辩方哪一方把证据诠释的 更能够说服配审团了 还记得一开始 小谷的老师兼前男友们 他就是辩方请来的专家 他将站在小谷对立面上庭作证 在之前叙旧的过程当中 小谷没有保留的把自己知道的线索 全都透露给了前男友 其他小伙伴非常担心 到时候上了法庭 前男友很容易有针对性的反驳小谷 对此小谷倒是放宽了心 他表示 自己和老师都是中立的人力学专家 不会像律师那样 但有很鲜明的立场去解读证据 假如小金的遗骸上 弦露出了被绑架 而非自冤的痕迹的话 他相信前男友会如实照直说的 稍微解释一下 美国刑事案件的审问流程 大家知道四个方面就可以了 检方 辩方 审判方 证人方 证人方就是警察小谷他们 在法庭上结供证词 审判方由陪审团和法官组成 陪审团就是坐在法官一侧的 那么一群人 他们需要听取证人和律师的说辞 由他们陪审团来定 被指控的一方有罪没罪 再由法官负责量刑 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 对小谷他们来说 调查出凶手并不是一个刑事案件的终点 能不能很好的传达调查刀的内容 才是最为关键的 那么小金这个案件 小谷他们发现其他确定性的证据了吗 有 就是除了手部的伤痕 腿部的脚踝 也发现了曾双脚被捆绑在一起的痕迹 如果像护士说的 为了情趣靠住了手 那脚被绑住了还怎么情趣的起来呢 另外在小金一侧的身体上 还发现了严症的痕迹 这就说明他曾经长时间的侧躺着 得了压疮 着力的位置才会有严重的严症 所以在小谷看来 小金是不可能自愿北保的 透过骨头 他就能够感受到小金的伤痛 而麻烦极有可能是护士 怕小金疼到发出声音 注射给他止痛用的 证据很清晰了 但小谷还有一个砍要卖 就是要在法庭上通俗的诠释证据 保证配合他们能够听得懂 小谷的个性就是 我刷脚骨及尺骨的前端木刷表面碎裂 和你说 挣脱导致的手骨碎裂 不是一样一样的吗 嗯 大概就是这种天才与凡人之间的代沟 反正一时办法是消除不了的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 配审团更厌于去听 既而相信 小谷前男友 用打比方举例子 对证据的诠释 小谷不景气 前男友当庭质疑 自己做法庭人类学家的初衷 更不能忍受的是 对方故意去解了证据 引导配审团 忽视脚腕伤和身侧严正的有力证据 这就完全违背了 作为中立学者的初衷 谢归气 官司是不能够输的 小金的正义还要等着伸张呢 休庭的空隙 不思就让检方的律师问小谷一个问题 说不定就能够流转乾坤了 这个问题就是 接着之前前男友讽刺小谷的问题 为什么小谷要做法庭人类学家 一开始 蒙在鼓里的小谷是拒绝回答的 但好奇心是个好东西 法官也想听一听 回忆过去 小谷也从灭我表情到有些伤感了起来 因为在他15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突然失踪 遥无音讯 性格极其敏感的小谷 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这种超理性包裹住了自己 毕竟科学是有答案的 父母失踪之谜 没有 他成为法庭人类学家 也是想着帮助自己 以及和自己经历 类似的人 解开他们读不懂的 海谷上的语言 就像小金 小谷透过他的手骨 脚踝上的伤口 身体的炎症就能够感受到 他曾经受到的伤痛 以及他生前的求生欲 拼命的挣扎自救 到手腕断裂的程度 如果这么明显的证据 都不能让凶手伏法 那法庭人类学家 这碗饭真的就白吃了 在布斯小心机的刺激之下 小谷说出了有力的证词 最终护士被定罪 也通过这次 小谷认出了前男友的真面目 他作为老师 心里不平衡 学生比自己出色 可以理解 但歪曲事实 那就是人品有问题了 干脆利落的说拜拜咯 至于布斯的小心机 看他也确实帮着 成功给犯人定罪的份上 小谷大人就大人有大量的 原谅他咯 本集完 因为这集有很多 涉及小谷的内心细节 所以今天就只讲这一集了 以后我会看内容 决定解说单集 或者两节连说的 总是一切开文的内容说话啦 大家喜欢十谷寻踪 这个系列的话 麻烦长按下赞 三连支持一下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